你听说过肉台盘吗? 古代权贵的夜生活有多会玩? 其奢靡程度,你想都不敢想。 五代世国历史很短暂,只有五十余年, 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代, 权贵们的夜生活的荒唐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, 究竟奢靡到了什么程度?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时色,姓野,孟子的这句话千古流传, 本是为讲人意做铺垫, 却被某些人拿来做了自己追求时, 色上极尽奢靡的遮羞布, 当古代权贵们在物质上的追求已经登峰造极。 所有天下真品都遂他们取用的时候, 他们发明了新的刺激食欲的吃法, 色香味之外,再添美色, 以美人佐餐为满足食欲、色欲和炫耀的需求。 而这,甚至不是当时权贵们花样的极致。 一,以色佐味,古代权贵吃初心花样。 名以食为天,食物是最能体现所在阶层, 经济能力和权力地位的渠道之一。 在古代,大部分底层百姓只能挣扎着寻求吃饱, 无数贵族则想方设法吃好, 吃好又可以分上好几层, 搜罗各地山珍海味及一堂。 随时可以吃上,是一种吃好。 孟子需要在与和熊掌之间做选择, 权贵们会选全药, 一记红尘妃子笑便有几分这样的味道, 将普通的食物用顶麻饭的方式烹饪出来, 做出不同寻常的味道,也是一种吃好。 《红龙梦》终将普普通通的茄子做成茄想, 不仅要经历许多道复杂的程序, 还要鸡肉、笋子、蘑菇等各色食物来配, 其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, 每一顿饭的菜色多, 无疑称得上吃好, 这一点在历代帝王的食谱中有清晰记载。 以清代为例, 乾隆一次出巡要耗费一千只羊, 三百头牛还有七十五头奶牛, 慈禧一顿饭更是要百姓万家之吹, 但说起花样百出的吃法, 帝王反倒不及权臣, 毕竟,帝王不管怎样穷奢吉欲, 总有祖宗家法和天下臣民监督, 他可以吃得多, 吃得精, 却不能吃得起, 搞出九吃肉林来, 爽衣食, 却必定会被唾骂一事。 相比之下, 权臣的地位和对国家资源的调用能力, 有时不在帝王之下, 受到的约束却要少很多, 因而更能琢磨吃的花样, 司马炎的女婿王己招待司马炎时, 便拿出了以仁辱之争的食物, 司马炎并不是个昏君, 因而对此面露不渝之色, 全臣搜刮起明知明膏来, 往往更加肆无忌惮, 唐素宗一招曾经担任过成像的为制, 虽然称德少能臣, 却也穷至赚修, 用鸟语挑选米粒, 每一餐结束后扔掉的东西都价值万斤, 因为素日吃得太好, 到同僚家中做客时, 哪怕对方的宴席已经很不错, 他也不动筷子, 正因平时吃得太好, 山珍海味都成了家常便饭, 这些人的食欲很难被调动, 以证据证为例, 他奉旨归葬时, 喂鱼百匹, 有以为无下住处, 常人怕是早挑花了眼, 张巨证去看哪道都没有吃的欲望, 其日常生活之奢迷可见一般, 当美食本身在稀有, 在珍贵, 都无法引起这些权贵的食欲时, 他们就开始使用其他方式刺激食欲, 最常见的就是加入美色作为刺激因素, 同时满足两方面的欲望, 肉台盘便由此而来, 南唐全臣孙盛便豁养了大量佳绩, 每每设宴不用桌子, 让佳绩们每人捧一道菜, 侍奉在他的身侧, 这就是肉台盘, 听上去只是用美人捧菜, 不过是美人数量多了一些, 但是, 为什么不叫女台盘而叫肉台盘呢? 这一字之差, 想必是插在了不仅以美女端盘子, 这些佳绩的穿着也势必有所讲究, 才能让奢迷惯了的孙盛德到满足, 二, 时色无度, 荒淫至极的取乐方式, 孙盛创立肉台盘后, 江南贵人多孝之, 成为权贵中间的一种时尚, 这是五代诗国时期的一种特殊风气, 虽然社会动乱, 但统治阶级中几乎无人为民生考量, 极尽搜刮明之明高, 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, 意识之间, 奢侈之风赤胜, 乱世之中, 百姓颠沛流离, 沦为佳绩的女子不知反己, 权贵们将大量女子收入自己府中成为佳绩, 对色域的开发和享受到了前人难以想见, 后人难以直视的程度, 或许是因为皇帝也只贪图一时行乐, 不顾及后世影响, 这一时期可谓是君臣同乐, 前蜀末代皇帝王眼即位后, 耗费国力, 极尽所能的铺张浪费, 他曾经用彩色增薄数万匹, 生生制出了一座彩楼, 这座彩楼在彩山之上, 山上有无数宫殿亭台, 山下又饮一条水渠, 直通皇宫, 王眼的日常生活就是, 白天在彩山上作乐, 上彩楼远眺自己修建的奢华宫室, 晚上下山, 坐船抵达宫中, 沿途用宫女乘数千船只, 举数千蜡烛照亮水面迎接龙舟, 抵达皇宫后, 再彻夜作乐, 这个不善治国, 极善玩乐的皇帝, 又自创折红莲队伍, 用宫女几百人集体表演歌舞, 宫中宫女数量多到令人择舌, 后堂灭属时, 每一个冲进皇宫的后堂将领, 基本都能掳掠到几十名宫女, 后堂宫中宫女数量不遑多让, 李存旭来到夜城时, 仅在当地就召集千余名美女充实后宫, 在宫中专门设立教方, 除了自己享用外, 这些女孩子也会被用来招待大臣, 南平国君高宝旭不仅祸害自己宫中的女子, 还要祸害外面的女子, 他最喜欢夜间照昌记制府中, 挑选强壮的士兵令他与之银戏, 自己择携娼妓在一旁观赏娱乐, 敏惠宗王延君则将多种荒淫作乐方式基于一身, 他经常与皇后饮宴玩乐, 同样不设捉挤而令宫女拿杯盘, 酒憨之时, 常裸身与宫女相互追逐以取乐, 帝王上行, 官员下校, 五代时期, 豢养佳继成风, 家中没有几十个漂亮女妓, 都不好意思招待宾客, 南唐刘成勋养了数百名佳绩, 每一个都要花费数十万钱教他弹唱技能, 还要花费数十万为他添置锦衣, 朱翠, 另一名南唐仲臣韩细仔同样在府上养了数百名佳绩, 专门营造出天上人间, 日日请人前来饮宴欢愉, 这些成为佳绩的女孩, 似乎享受着锦衣玉食, 但她们不过是统治者和主人用以炫耀自己财力的工具罢了, 完全没有人权可言, 每每府上有宾客, 佳绩都要负责招待, 既之一字, 并非毫无来由。 三, 食仪体政, 饮食享乐背后的社会。 下伤时期, 食仪体政的思想便已经出现, 当权者的饮食享乐习惯, 其实是背后社会文化的一个反应, 五代世国时期, 每一个政权存在的时间都不长, 但每一代统治者, 每一个权臣几乎都在毫无节制的享乐, 这背后, 是一时社会文化的彻底败坏, 五代世国期间的许多统治者, 不能称之为帝王, 他们最多算是一时的割据军阀, 这种自己称王称帝的行为在史书上虽然不会予以承认, 他们自己却会十分积极地自认开国皇帝, 要在自己割据出的一亩三分帝里, 搞出一些帝王气象。 例如五代初期, 原本只是一方节度时的流人公效仿建立后梁的朱泉中, 于燕金称帝, 他治下的土地并不多, 但建立了非常奢华的楼宇, 大肆抢掠美女于宫中, 又四处找寻方式寻求长生不老之道, 地方不大, 统治力不强, 做的却都是皇帝的事情。 或许是因为一时之间的割据政权实在太多, 又没有吞并彼此的实力, 那要如何彰显自己政权的优越性呢? 这些军阀统治者不约而同的选择炫富, 如南汉国主流公集其喜欢召见各地商人, 向他们展示自己的朱玉珍藏来炫富。 南唐里生属于节俭式炫富, 在府库中堆积出一座金山, 不同于大义统王朝中起码三代帝王都比较优秀, 这些割据政权中, 泰国皇帝能够稍稍节俭已经算很不错, 到了二代几乎个个变着花样的享乐,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开疆扩土之制, 只想着贪图一时之间的口腹之欲, 哪怕是常常被冠以清明的文人, 在五代时期的混乱中也随波逐流, 与传统道德背离, 有人感叹为如偏逢乱世, 无道欲何之,感叹完毕, 他们就融入了这股奢侈之风中。 沉迷声色美酒, 偶尔作一两句酸腐之词, 作为唐朝灭亡后的一段混乱时期, 五代时期的奢侈, 有继承唐朝遗风的意思, 例如肉台盘原本就是杨国中首创, 他还创造了肉屏风, 并是女为自己挡风, 江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, 也让唐朝文人单于美食享乐之中, 但是, 圣唐毕竟有着自己的底蕴, 败家子们的享乐, 是基于钱袋积累的大量财富, 而且在战乱不幸的年代中, 百姓即便被盘剥, 好歹可以安居, 在乱世之中, 割据军阀各个按照皇帝的标准享乐, 下面的大臣有过之而无不及, 再加上连年战乱, 对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, 民不聊生放在那个时代, 都是一个相对轻巧的词, 无休止的战争让大量青壮年从军作战, 田地无人耕耘而被大片荒弃, 战争必然有牺牲, 战死的人愈多, 能耕种的人越少, 底层民众受到的盘剥越多,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, 甚至循环到部分曾经人口繁多的中原地区实施九空的程度, 然而, 很少有人考虑底层民众的生活, 开运三年, 公元946年, 天下遭遇旱灾, 蝗灾, 铭记死者百万计, 但各割据势力之间还在不断用兵和搜刮明枝, 其中搜刮最多者又拐来去万钱财, 卖官欲绝, 税富繁重甚至都不是极限, 部分割据政权为积累财富, 像强盗一样直接入户抢劫, 割据势力对底层百姓的压榨, 使得百姓对其统治者全无支持可言, 割据政权便很容易被外敌灭掉, 新生的割据政权依然如故, 百姓不得休养生息, 民心仍然无所向, 这个新生政权又很容易被其他势力灭掉, 如此循环, 导致五代诗国时期的所谓国, 往往只能统治几年到十几年, 然而就在这几年间, 他们还要大力搜刮奇珍美女, 建造亭台楼阁, 反复如此, 民间生活如何可想而知, 一锦方, 肉台盘, 博二山, 唐末五代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厌词, 真是写照着当时权贵们穷奢极欲的社会文化, 繁家中宝有资财者, 无不想尽办法炫富, 享受生活, 有学者将其美化为对圣唐繁华的留恋, 然而, 比圣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享乐, 说明他们并非为追念心中圣唐, 只不过是由奢入减难, 在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中放弃了对自我的约束, 人人追逐权钱色欲罢了, 极致宋代, 文人们便大力批判这种社会现象, 如露游痛斥天下极极, 生民救死不暇, 士大夫乃流荡至此, 可见在传统文人心中, 五代由上至下的混乱与奢靡, 绝对是士大夫之耻, 与统治者, 士大夫阶层满目繁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的满目疮夷, 但凡统治者愿意稍稍俯视民间, 或许也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, 存上一丝愧疚。